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成交薄弱,分化嚴重 在未講今日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片 恆子跌了98點,收報25,626點 成交就很薄弱,一下子跌到7、8億都不夠 只有6、8、7、8億 今日港股可以在低位爭持,上上下下 波幅不算大 最主要是因為中美貿易戰升級之後 加上本地事件,港股偏弱 但內地股市做好 今晚美股是優勢的 所以港股有些缺乏方向 最後只是微跌不足100點 大家看看恆生指數這幅走勢圖 今日全日是一顆很小的十字星 相對近期的走勢來說 現在可以說在低位一個敏感三角 小三角爭持 近期的波幅是上星期四低位 大概是25,350點 去到上星期五的高位 26,050點 這七、八點之間上上落落 今天是偏低一點 最主要原因是中美貿易戰升級 今天低開很正常 加上內地其實 那些PMI數據 即官方的製造業PMI 其實都跌到49.5 順於預期 較上個月跌了0.2% 應該反映經濟層面都是差 所以今天跌也很正常 但是又不是大跌 最主要原因是內地股市做得比較好 在上星期六的時候 國務院的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開會 公告說會加大雲觀經濟政策的逆周期調節力度 繼續實施好穩健的貨幣政策 以及積極的財政政策 大家都知道 上個星期六他開會 為對應的是什麼 僅是9月1日 即是星期日的中美戶加的關稅 他說完這個 會逆周期調節力度 逆周期就是經濟不行 逆周期調節力度之後 市場就有點憧憬 所以A股今天做得好 大家看看 上證指數今天升了1.3% 加關稅 它不單止沒有跌 而且升穿50天線 收於50天線之上 紫色這條線就是50天線 綠色這條下降軌升穿了 之前那幾天都是橫行的 連續四天橫行 未升穿50天線 不算它真的要突破 今天一定要算它真的要突破 它突破下降軌 後市要挑戰2965這個前浪頂 7月30日和30400 即7月2日的高位 現在短線 短線 短線 有機會做好 等待它 如果升穿2965 就可以說進一步 可以看好些 上證指數 其實升得少 今天升1.3% 不算真的很多 如果你看深圳那邊 就升得更多 深淨成分股指數厲害了 升成2%以上 收報9569 9569 是收市位9569 已經調校7月2日的高位 9560 還要高多9點 今天全日最高位9586 這個有機會形成小相底 即是說上證指數 暫時還在這些水平 如果相對大概9,200左右 現在這個已經上到接近9,600的水平 已經衝破了7月2日的高位 上證指數 連7月30日的高位都未升穿 我再看一次上證指數 上證指數7月30日的高位 在這裏 2965未升穿 7月2日的高位 30400未升穿 深淨成分股指數 強到升穿了這兩個 當然是強一點 現在它靜待什麼呢 靜待上證指數 確認是否真的可以這麼強向上 剛才說過 為何A股升呢 就是因為阿爺出招 出什麼招呢 就是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 去星期六就開會 就告訴大家 要加大那個 宏觀經濟政策的逆周期調節力度 所以應聲 A股做好 A股做好之後 大家市場 其實憧憬是什麼呢 就是會 人行很快會放水 例如是很快會通過 下條MLF的利率 來測試這個LPR LPR就是一個 防貸的借貸利率 改革的效果 所以市場現在等著這些 看看是否真的 變相會減息 放水 撐經濟 因為中美貿易戰升級 所以中美貿易戰升級 應該是淡淡 但是如果它做了事情 A股至少不淡 A股可能會做好一點 當然它是否真的長期做好 現在這個就是憧憬 所以你見上證指數 還未升到上去 這個比深淨成分股指數更加重要 這個指數還未升上去 所以我剛才沒有說 A股已經全面綠燈 沒有這麼說 如果計算上證指數 現在還是黃燈 因為深淨成分股指數衝上去 上證指數尚未正式衝上去 但是有轉好的跡象 轉好的跡象 第一 突破下降軌 第二 突破五十天線 轉好的跡象 大家要留意細微的變化 好了 港股方面又如何呢 剛才說過 我們現在在這裏 低位增持 跌不下去 原本應該貿易戰 加上本地這些事件 很慘的很差的 應該跌穿了 但是由於A股做好 跌不下去 跌不下去之餘 究竟有沒有機會上去呢 要看事態變化 如果它真的衝得穿 兩萬六 這個短期下降軌的 你不要一面倒 再看淡 因為到時可能 有些招數出了 你好 在香港上市的H股股 H股股會上去的話 港股都會跟上去的 事實上 你看到恆指 都還要靠近在這些低位那裏收 即是在這個上升軌 靠近來收 如果你看到國企指數 它不是靠近下面那條軌的 它是靠近什麼 上高條下降軌的 是不是有分別 有分別 再看一次 恆新指數 今天是靠近那條支持的軌 下面那條的 國企指數是靠近什麼 上高那條的 所以不同的 如果真是利好H股的話 那怎樣 利好中資股 中概股的話 那它可以是衝上去的 衝穿這個位 最重要的是 如果它可能會衝穿這個前浪底 10288 如果它真是衝上去 並收於其上的話 那你要小心 可能國企指數會 帶動恆新指數 向上挑戰 這個265 即是26350這些區域 甚至乎是266 或者267這些區域 26671 這個呢 就是前浪底 如果真是衝上去的話 由於A股衝上去 而帶動到衝上去的話 那就不要死牛一邊 看淡 雖然我本身應該覺得 這個市 由於中美貿易戰 由於本地的困擾 政治因素 都應該是淡的 不過如果A股撐上去 那可能它之後才淡 它可以走一轉上去 都沒有頂 所以不要死牛一邊 暫時 港股 是黃燈 是代變的 是觀望的 不是一面倒向淡的 事實上 今天恆新指數 都很分化 今天我們講的條題 就是分化嚴重 所以你看到 跟A股相關的 H股股 中概股 做得比較好 本地股做得比較慘 我們先看看 今天恆新指數成份股裡面 做得最好 就是這個神華 神華肯定是中概股 升至3.65% 就是因為染媒派中期息 染媒升了十幾個% 就帶動神華都做好 另外第二 升幅大的恆子成份股是石藥 石藥這陣子是什麼 在衝緊52周高位 衝緊前浪頂 埋緊這些位 比較做得好些 加上騰訊今天升近2% 反彈近2% 因為它說會有回購 所以你看到那些中概股做得好 事實上 十大升幅的恆子成份股裡面 大部分都是中概股 但是相反 十大跌幅的恆子成份股裡面 大部分都是本地股 今天本地股跌得最傷的就是 順和置業 因為本地地產為主 這股是破底而落的 有些股做得很好 剛才說的 你看到石藥那些 是在衝緊高位 但是順治這些 就是跌下去 破底的 今天跌成3.4% 另外港鐵 第二大跌幅股 今天跌3% 也是破底之餘 250天線 也都在今天收於其下 跌破了 這些本地股做得差 其實本地股還有很多 新地今天都跌2.8% 九龍倉置業 1997 都是跌2.4% 中電這些本地的公用股 今天徐靖 這股都跌2% 另外領展跌2% 中銀香港跌2% 恆生跌1.7% 煤氣這些公用股 都1.6% 跌幅 你看得到 比較分化 本地股 受到本地因素影響比較大 真的這些本地股 現在拖低 但是中概股 或者中資相關的股份 受到阿爺那邊刺激 A股做好 就向上 所以形成 夾著恆生指數 現在在這裏增持 所以今天 記住 今天成交薄弱 其實看不到一個很明確方向 只有600多億 700億都不夠 因為很多買盤 就買一買兩銀 官網了 今晚美股又沒事 那現在就是成交薄弱 而分化就很嚴重 所以大家不要死亡一面緊 一定說升一定說跌 都採取一個手勢 官網為上 好了 今天分析就是這樣 多謝大家收看